大家好,歡迎來到Root and Knuckles 我的名字是Tiffany,林敏尼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香港小姐的經驗 我之前有一個影片說我選香港小姐的經驗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我當時在美國回來 我很深刻印象 我記得我一落電梯的時候 有很多記者拍照 我記得之後 記者就有報道 他說 哇,林敏尼 OK, bear with me 哇,林敏尼 海外佳麗 什麼L.A. Boston 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 因為 我不是 你看到 我的胸部不是太大 但是 我覺得在美國 我們 我們的身體 是有一點點不同 我覺得香港的女生 是會比較 他們會有一點 腰圍 他們的皮膚 或者會比較白 我們這邊會比較黑 因為我們喜歡 出外 我們的身材 是會沒有說 會沒有說 會 在這裏來說 或者是 我的胸部是大一點點 沒有說不是波神 但是 我覺得 那時候很可笑 因為 我的身材 不是說 不是說 你可以說 大隻不是大隻 瘦又不是說很瘦那隻 又不是說 腰圍是很渺小 我的骨架是會比較大一點 我是會比較橫一點 或者我的背部是會闊一點 但是 我也是香港出生的 但是 每人是 那個身材 或者他們的製造 是不同的 沒有說 一個樣板 我們不是個個 好像 Barbie 的身形 那 我很記得 那時候 你知道 選港仔 你每個人去選美 你一定是每個人想很瘦 每個人不吃東西 常常吃水果 或者 但是我覺得 那時候覺得很奇怪 因為 第一 他們會覺得 我的骨架會大一點 我的皮膚是很黑的 你看到我的皮膚很黑 那我又有 我的肚臍 又有瓷環 我的皮膚又很黑 我的身材又不是說 很瘦 我記得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有些化妝品的 Skin Care的代言人 代言 他們就說 你的皮膚很黑 你要用這些 Lotion 那我記得那時候 就 用了 其實我也穿斑 或者你看不到 其實我也穿斑 但是 因為 我洗得太陽多 那我的皮膚 就會 會比較多 因為 你知道加州 加州的太陽 會比較 那 我記得那時候 那個sponsor 就叫我 你塗多些Lotion 那我就塗一下 我又不知道塗些什麼 我只是知道 你是sponsor 你是要塗的 那我慢慢的臉 就越來越白 但是 完全跟我的皮膚 是完全不同的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 我們就有些 簽體的活動 很多sponsors 我們那時候 真的有很多sponsors 就是 有camera 有化妝品 有很多後官 珠寶 有車 那時候是很多 這些sponsors 那時候 我們就要去 這些sponsors 那時候 要做簽體 那時候我還記得 他們有些 保鮮紙 包著我的腰圍 他們說 你的腰圍比較闊 所以 我們就 比較 要跟你去 弄瘦一點點 那時候 我那時候說 OK 你不是說 你沒有選擇的 你每個人都去做 那時候 以前 我的觀念就是 我要去做運動 因為我以前 始終在這裡 是要健康 那時候 那時候 香港還沒有說 很流行做 健康 因為 我想 那時候 你不想做健康 你不想 那些人很健康 那些女生不想 有健康 好像 每個人都想簽秀 很幼細 很上鏡 不只是上鏡 你那個trend不同 那時候 我記得 那時候 他就用表鮮紙 包著我的肚子 然後 在裡面 放一些辣油 你會感覺到 很生氣 那我用了保鮮紙 包著你 那你就會去燒你的脂 那我那時候還覺得很好笑 那之後 包完之後 就用機器去 去捉你的肉 叫做撕脂 那我就會 那時候很好笑 因為我覺得 有痛 但又很好笑 那我跟媽媽說 我說 我今天去撕脂 即是 英文是 pensure 讓你可以 腰圍瘦一點 那我那時候 其實 我是 我是一個很有自信心的人 我覺得 我的身體 我的身材是這樣 我喜歡做健康 我喜歡吃東西 去 均衡飲性 我 很開心 我的身體 就是 但是 你在那裡 久了 你就會慢慢 墮入 那邊的想法 如果 那麼多人跟你說 你要瘦一點 你穿衣會漂亮一點 你上鏡會瘦一點 才漂亮一點 我記得 有一個監製 也不是叫監製 他是比較高層 然後 他說 林文你 你上鏡還是肥一點 你的臉要再瘦一點 嗯 那我記得 我聽完他這樣說 我說 怎麼瘦啊 臉 哈哈 我覺得很好笑 我臉可以怎麼瘦呢 他說 你上鏡 你 沒那麼漂亮的 你這樣 那我 那一刻 我覺得 如果我留在香港 發展呢 我覺得很辛苦 因為 我是 你永遠都不會去 開心 你明白嗎 就是你永遠都會在 別人的眼睛 你要怎樣 你要怎樣 你要瘦 你要 你的臉怎麼可以再瘦 我怎麼瘦呢 你去做運動 你知道嗎 所以 我知道 我留在香港 我是不會開心 但是我選趕緊的時候 是很開心的 我跟很多朋友 去吃東西 去做事 去做事 但是我覺得 你永遠都不會開心 因為你永遠都要去 有一個 印象 你是要 怎樣瘦 你要怎樣去 做不到我自己 所以 為什麼我選擇 會回來 就是 其 一個原因 都是這樣 我覺得 特別現在做了媽媽 生了 三個小朋友 特別生了一個女 我覺得 做女生 比做男生 這些難 很難 因為我覺得 女生 有那個 特別在現在這個 社會 你很多 女生 會很沒有自信 因為你經常都看到 特別現在 你有那麼多 上網 很多 明星 唱歌 社交媒體 有很多人 你會看到 她們做運動 她的腰 怎樣瘦 她的手臂 怎樣瘦 很漂亮 她的屁股 怎樣 好 你個個都 追求 這個 身體 要想怎樣漂亮 要想怎樣完美 但是 是沒有可能 因為 你永遠都不會 有那個 女生的身材 而 為什麼 不去愛自己的身體 為什麼你要去追求 一些人 你想像她 你根本就 沒有可能可以做到她 所以 我做了媽媽 更加 我想 很希望 我的女兒 和兒生女 將來 會很有她的自信心 會 不會 想她 即是 我想她們有一個 強硬的 有一個基礎 去愛惜自己的身體 就是 寧願她們 去建立一個 健康 和健康 的 一個 一個 身體 不想她們去追求 一些 別人覺得 漂亮的 身材 或者什麼 所以 為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 希望她們 吃東西 有均衡飲食 而 不用偏食 或者 現在有很多 那些 trend 是 不要吃澱粉質 或者 只吃蔬菜 不要吃肉 我們永遠都不會有 那個 有那個 這樣的 我永遠都是有一個均衡 什麼都吃少少 而不太過分 那我覺得 你 人生才會開心 你吃到你喜歡的東西 還有你做到你喜歡的東西 你會開心 那所以今天其實很特別 都 分享我 即是分享我的經驗 在那個壓力 在香港的壓力就是 你要 每個人都有22寸腰 都希望你有22寸腰 但是 即是不可能 因為我 我的骨 不可能 去到22寸腰 但是 我想 我們學到的就是 千萬不要追求 外面 你看到的東西 而 做好自己 做你自己想做的 你做得開心 你活得快樂 就可以了 我們不用每個人都要怎樣受法 怎樣什麼 就是健康 其實健康已經是everything 你不需要去 怎樣怎樣 或者 總之你做到你自己的開心 就可以了 所以希望 大家享受這個影片 希望我們可以下次再見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 記得訂閱我這裡的頻道 還有 留言告訴我 你們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我將來做什麼影片 因為 我真的 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和支持 而我自己也很 喜歡做影片 現在 我覺得我現在越來越喜歡 越來越開心 因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 我自己的 一點一滴 謝謝 我希望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